来 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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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息基金终身零手续费 陪你买好基金 续亨买基金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因详阅公开说明书 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110 尽管投顾薪字第008号 毫市集水果报 文旦篇 每年到了中秋节 大家都会买文旦应景 其中小科老虫文旦又特别受欢迎 为什么大家都想要买小科的老虫文旦呢 一般来说20年以上的文旦树就可称为老虫 越老的果树生长状态稳定 果树吸收的养分大部分都会流入果实中 因此果实虽烂小科 但是果肉却是甜嫩细致又多汁 但其实一棵老虫的树 也同时会有大科与小科的果实哦 文旦好不好吃除了果树的年纪以外 还会受到水分 土壤 湿肥 减脂以及气候的影响 只要文旦底宽上肩 果形对称 拿起来有分量感 表面颗粒小 那都会是好吃的老虫文旦象征 顺带一提 好物市集严选的南方果园 是50年以上的老虫文旦哦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 获播02-2362-1968 什么都涨就薪水不涨 这日子怎么过啊 让存股达人来帮你 00907永丰优习存股ETF 一次打包存股族最爱的传产股 金融股 搭配双月配息 抢救荷包 马上搜寻 00907永丰优习存股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音响月公开说明书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阳木华 就台股技术面来看 周K线已经连三黑了 这个礼拜如果周K线再收黑 就连四黑 那连四黑的周K线 势必季线就要下弯了 因为本周开始季线 要扣底5月26号之后的急升坡 所以季线会越扣底越高 那越扣底越高 现在目前季线基本上已经走平了 那扣底那么高的情况之下 你不能大盘拉上去的话 那就是季线要下弯了 当然这下弯不会很陡的下弯了 就是缓慢的下弯 这个但月线有可能会 这个更陡的下弯 那这个当然对台股的结构面 在技术面上面就不好 所以这礼拜 绝对要止跌回升 那不管涨多少 至少要涨 不要在周K线再收黑 那这是在技术面 那另外筹码面 当然就要看外资会不会松手 因为外资今年的卖超 就集中在7月8月这个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外资今年各月份的买卖超情况 1月台股大涨 外资当月是买了2000亿 2月外资买超250亿 3月跟4月就卖超 3月是卖超21亿 4月卖超500多亿 所以你发现3 4月 其实台股就呈现盘整 它没有怎么跌 但是也没什么涨 区间 5月外资当月大买1700亿 所以5月大涨 波段行情就5月15号发动 5月26号一个跳空缺口 很关键 那5月大买1700亿 然后6月继续再买了269亿 那6月就没什么买了 就买盘就熄火了 那7月卖超800多亿 然后8月到现在目前已经卖超了 1300亿 所以这个7 8月已经卖超2000亿 所以7 8月行情外资绕跑 所以资金在筹码面上面 明显转弱势 那自营商就跟着一起卖 那自营商跟着一起卖 外资也汇出 外资7月金管汇的资料 汇出46亿美金 46亿大概1400亿台币汇出去 可是央行的资料是汇出2100亿 中间差了700亿 那中间差700亿到底是差什么呢 就是差那个资本利得跟股利的部分 所以如果算实际汇出金额的话 是2100亿 是相当大的资金汇出量 那今年上半年外资汇入 240亿是13年最大的汇入量 下半年开始资金落跑 台币扁到32 所以从这个筹码面 汇市来看 其实也值得注意 那另外呢 基本面的部分 刚刚讲外销订单 我是觉得今天这个公布出来的数据 不如预期了 显见这个外销接单在AI 因为外销订单都是接三个月后出口 再来讲 今年第四季 如果AI很旺的话 应该在7月的外销接单 可以看到很明显 在自动产品 包括电子产品 有出现要一个接单增长 但没有还在衰退 那另外韩国的部分也是 韩国公布出来 8月1号到20号 它的出口总额是279亿美金 较去年同期 仍然还是衰退了16.5% 进口衰退了28% 贸易逆差36亿 今年呢 韩国的贸易逆差已经284亿美金 将近一兆台币 一个巨额贸易逆差 所以你从韩国的出口 1月1号到20号 8月1号到20号 那外销接单 这个7月接单是出口 10月11月的 这个年底的第四季的出口 所以看到 我个人是觉得不如预期 那基本面的部分 讲实在没有量力的数据 那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们来请教 今天我们连线的是 统一期货的卢玉衡分析师 玉衡你好 玉衡大哥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玉衡怎么看 今天这个外销订单 外销订单 7月的接单是10月11月出口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 这个外销订单 仍然是持续的一个衰退 那其实不止台湾 我觉得在中国 韩国 台湾 日本 亚洲的这种出口国家 其实外销在最近 应该说从今年上半年开始 就一直都不是很好 那大家原本都是期待说 下半年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附属的反弹 那去库存应该差不多了 但是看今天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 感觉好像还可以等等 照我来讲 AI如果接单很旺的话 那个电子产品跟资通 尤其是资通讯产品 应该要很明显的 对啊 应该衰退幅度达到14.9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说 在汇率上面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新台币的贬值 现在已经在 连从上个礼拜开始 就一直在挑战 这个32块 到底会不会变破 那其实不止新台币 日元 然后人民币 韩环 其实都是呈现一个快速的 一个贬值的状况 那我觉得其实从这种出口数据 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从成熟市场 这个已开发国家 他们的购买力 其实已经有开始明显的下降 因为我们这边出口 就是人家的进口嘛 那他们进口那边的一个衰退 那其实也代表说 整个市场 全球市场 虽然说在美国这样子 强力升级下 看起来好像美国经济 今年有机会软着陆 但事实上已经从新兴的国家 在这些出口型导向的国家这边 已经可以感受到这样子景气的寒冬 那更不用说最近中国大陆这边又爆雷 所以我觉得在汇率的这样子的防守战 很快就会在几个出口型的国家开始打响 对 亚币现在目前全面走扁嘛 对 不是只有台币扁 台币收盘31.984 这接近32块 我们看台币已经扁 非常接近去年10月的那个时候 那时候是32.34 32.3嘛 对 然后人民币也是 人民币那个时候是7.3748嘛 然后日元那个时候是151.94 亚币其实都已经很接近 但事实上你回去看美元 美元指数在去年10月的时候 事实上是在114块115 现在103 现在才103 所以确实是从亚洲的这些货币的竞变 已经可以看出来 就是在美元虽然没有很强的情况之下 亚洲国家这边已经开始面临很严重的 这个赚取外汇的能力开始有下降这样的状况 那我觉得其实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在美元租这边的升息 让美国的这边消费市场的一个消费动能 尤其是消费这些非必需品 还有我们这种消费电子这一块 其实已经有很明显的开始下来 现在美国他们的消费 看起来我们零售区好像很不错 但事实上那是因为通膨价格往上的一个关系 但是从他的项目上面来去看的话 事实上他们能够消费的耐久才能够消费的 非必需品的这一块 其实已经有很明显的开始下降 所以如果说这AI所带来的这个浪潮并没有在订单上面看到的话 那也许这个AI真正能够对我们的实体经济带来帮助的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有可能又要因此而往后延了 AI现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那个辉达他的GPU做不出来吗 就是说对不对 台积电没办法做那么多东西满足辉达的需求 就像马斯克讲了 他们希望买更多的辉达晶片 但是问题是辉达没有办法供给那么多货 产能不够对 那产能不够自然你说这些做伺服器的 这些做相关这个AI机台的 你就没没东西可以做吗 所以营收也不见得能出来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整体的那个 如果景气是明年景气 或者第四季景气明显往下的话 那企业的资本支出也会保守 所以AI这件事情 当然长线上面看起来是很明显的方向 趋势跟方向 但是呢中短线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结构面上面 你现在没有办法预料的问题 对我觉得刚好就是在这个 升息的时代的风口上面 所以说我觉得AI在这几年 应该说从今年开始 串起来有一点点的深不服 刚好这个景气大环境 是在一个收缩的状况 其实就有点像之前 2000年的网路泡沫 网路泡沫那个时候也是 网路显然就是一个未来趋势 那AI其实也是 显然就是未来趋势 但是也许五年十年之后 能够生存下来厂商 跟现在看到厂商 可能是完全是不同的一批人 玉衡你说AI生不逢时 我倒觉得他横空出世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象 如果今年没有这个AI这样子 那个确GPT这样横空出世的话 那景气会更烂 对啊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你股市还没有这样子 这样子一波这样上涨 还好是有AI 对还好是有AI给大家 至少去年大跌之后 捞了一些钱回来喘口气啊 对啊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AI的话 今年搞不好更烂啊 对但是从这个角度讲 也没有错了 就是因为如果没有AI的话 就等于说没有五月之后的 这一波的上涨 对啊 没有五月这波上涨 那你看外资今年这样子的卖法 从这个我们经济数据上来看 也完全没有好转 你讲白话嘛 你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大家自己这个账本算一算 你今年股票赚到钱 是五月之后赚到钱 还是五月之前赚到钱 讲真的 我个人是五月之后赚得比较多 五月之前我根本没什么赚啊 你讲实在 那个都在那边睡来睡去 一月涨台积电 然后三四五三四月 在那边睡来睡去 然后赚什么钱 对啊 就这一波AI上去压到了 然后赚了一波AI 但是问题是他也动不了啦 他上去也看到极限啊 对不对 其实AI这种东西 他毕竟还是大部分的 这个爆发点都是在未来 那我觉得在最近 其实看到一个 我觉得蛮担心的一个风险 就是美国十年载的殖利率 这个等一下我们要好好谈一下 尤其这礼拜也有杰克森动会议 对不对 对啊 杰克森 包吾到底要怎么处理 现在目前的状况 他殖利率跑很快的话 我觉得会对像AI这种 很多都是估计未来的 殖利率跑到4.3 他已经告诉市场一个很明确的事情 就是后面还会再升息 对 大家不要 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你直接突破高点 代表后面的利率高点还会再上 应该是说 其实升降息影响的是短债这边 但是我们这次往上跑的是十年载的利率 我觉得这个部分 他上去有很多问题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一闪一闪亮晶晶 投资好债放光明 0093EB 统一美债20年ETF 拥有钻石级4C特质 锁定美国优质长天期公债 高信平最亲民 一万五轻松入手 还有收益凭准金 即配息更稳健 快搜寻 0093EB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影响月公开说明书 大家一起来 Ecount ERP 1500 会计管理 Ecount ERP 1500 库存管理 Ecount ERP 1500 相产管理 提高效率一起来 Ecount Ecount ERP提供全模组 一个月含税只要1500 Ecount 大家好 我是潘怀中 在台湾平均每13个人 就有一个人会罹患大肠癌 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关键 另外还有十大食物 是减重的超级食物 吃了可以健康瘦身 由我主讲的健康 On Air 精选最实用的医学新资 以及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 人生故事等共16个主题 带你轻松掌握健康大小事 潘怀中健康On Air 有声书一套8品CD装 定价699元 订购请洽0283692698 饮食要均衡 存股也要讲求均衡 这样能够降低 过度集中投资的风险 赵峰龙头等全重ETF基金 集结台湾各产业顶尖龙头股 定期调整回一样的权重 投资等比例存股更有利 快搜寻代号00921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影响月公开说明书 时时刻刻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有听到没有在讲00878 50张变标股 那其实0056啊 今年的十多档的高股 股息ETF表现都超过大盘嘛 大致都大部分都超过大盘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买到 那个什么伪创啊 广大这些AI标股 所以整个过去高股息的这些概念 完全变成高成长概念 对不对 所以不叫高股息 应该叫高成长 但问题就是说 因为这些股价都涨倍数这样上来 像伪创一度涨了四倍 百分之四百的一个报酬率 那他的股息值率绝对变差了 那股息值率变差 还能再入选高股息的个股吗 还是这些高股息ETF 还能再把他们选入 这就有问题了 所以这是 最近我觉得他们也涨不动 其实还有一个这个部分的因素 那还有就是说 在美国的部分 小摩就摩根大通 他们的分析师说 他说美国的超额储蓄已经用尽了 好快 我们本来预估第三季第四季 超额储蓄才会不见 才会用光 那例行期间 总共2.1兆的美元的这个储蓄 超额储蓄 他说随着联邦学贷 10月恢复还款 消费支出可能会进一步减弱 他们说 小摩估计 说经过通膨调整的 美国家庭过剩储蓄 2021年 曾经高达2.1兆美金 如今已经完全消耗殆尽 如果支出持续加快 接下来恐怕面临是收支 失衡的扩大风险 虽然说美国家庭现金资产 还有一点四兆 经过通膨调整 就是现金资产有一点四兆 但是这些可能会在明年五月用光 那所以过剩的流动性 会不会让高于趋势的消费力道 支撑那么久也是一个问题 事实上美国人真的很敢花钱 有一些亲朋好友从美国回来就说 美国餐厅也好 或者说消费场所也好 美国人很敢花的 就是说好像花不完的钱 但是事实上 这会不会是最后的花钱的烟火 我们继续来请教统一期货 如玉衡分疑师 玉衡这礼拜 这个央行的会议 全球央行年会 鲍尔谈话关键在哪里 我觉得他应该是 第一个他应该不会讲得非常明白 关于到底要不要什么时候要降息 以及他后续会不会升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会 以这个抗通膨的战役 还没有完结来去做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其实到 在上一次这个七月的会议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摆成这样 就后面的其实要看数据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他态度会怎么摆成这样 因为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今年在上半年的通膨数据的下降 很大一部分的因素是因为激起 那今年下半年通膨的反弹 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激起的因素 所以通膨些微的反弹 我觉得是在他们预估的一个状况内 但问题就是 除了通膨的反弹以外 我觉得在他们认为 应该说他在11月 可能还要再升息一次 但这一次有可能就会是最后一次 但是我觉得在最近这个 常债值率开始走高的情况 我觉得这一次Jackson后 他会不会去提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如果他有提到 那代表这件事情是有获得到 联准会他们的一个重视 但如果他没有特别提 都专注在这个抗通膨的战役 以及这个 他们联准会在这一次这样子的一个升息 后续这个影响的话 我觉得这个Jackson后 可能他还是会 大家可能理解上 还是会稍微偏盈一点点的 概率是大一点的 好 那Jackson后会怎么样影响到 你刚刚讲到最近 那个美国十年期国债 值率突破4.3 创2007年来的新高 这十年期国债 向来被市场视为是全球资产 价格定价之锚 对不对 好 这十年期国债 他的价格在 应该值率跑到这么高 其实在更之前 就是07.08年 在更之前就是2000年 那个时候都有到5个percent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时候 可能就要有一些些警觉性 不管他是因为财政部开始在大发债 还是说中国这边在倒霉 在这种筹码面的因素 还是说 大家看到了中国这边的房地产 这些暴雷 让这个风险议筹这一块 要求要提升 不管他是什么因素 所造成的十年债的这个殖利率 开始飙高 其实大家都要有警觉性 因为上一次这样子 十年债的殖利率飙高 就是在大崩盘前 而且那个时候是飙到5个percent以上 显然说十年期债 他定毛 如果定在5个percent以上的话 大部分的资产都没有办法 跟像这样子的无风险利率 去做一个对抗 所以不管是股还是债 还是房地产 通通都会遭到很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十年债殖利率 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他有蛮大的一个衍生性 跟其他的资产 去做一个水平的对比 所以十年债殖利率的走高 其实是相当严重的事情 那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这个也是大概 现在跑到四点多 那那个时候 叶伦就跑出来讲话 那叶伦出来讲话之后 联总会就没有像之前 七八九月那么阴了 从九月的会议纪料 就也看得出来 他们原本认为 要一次升三马 就是认为可以稍微放缓一些步调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时间债殖利率 如果再进一步的走高 也就是时间债的价格 如果再破底的话 也许叶伦又会跳出来讲话 然后联总会 大家可能就会看到 在九月的会议纪料这边 就会开始变得没有那么阴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发生的话 大家所期待的 就是联总会的降息 可能还有得等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那我觉得降息的日子 其实真的不远 但是降息其实也不见得 真的是好事 因为真的会降息 其实代表整个经济的结构 真的是已经不行了 也许真的大崩盘 可能明年真的会来也不一定 你不要讲大崩盘三个字 大家会吓到 对 因为一般来说 联总会开始降息之后 就是他就认为经济不行 他才会降息 所以之后都会 我跟你讲 那就是黑天鹅了 对啊 不是美国商用不动产出问题 就是什么银行又爆雷了 对啊 谁知道中国这次的爆雷 会外溢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大陆的经济 三年五年都不见得能好了 对啊 我看大陆这次经济陷入泥潭很麻烦 而且其实我很蛮担心的一点就是说 如果这一次职域曲线的倒挂号 是从长债端往上跑来去做这样收敛的话 其实真的对 这叫熊斗啊 这我们之前讲过 熊斗 熊斗是最痛苦的 超级痛苦 因为你不管什么投资都不行 熊斗 可能只剩定存 熊斗一定有他的原因了 所以最近货币基金 你看那个美国货币型基金的规模到5.7兆 创历史新高 我讲是美金 5.7兆美金 资金都从银行撤出 跑去货币基金 他也觉得银行风险很高 是不是 不敢放银行 银行都被降频 银行被降频 对啊 所以你刚刚讲说 如果万一真的 美国突然降息 那可能就是金融机构 对 他们的金融稳定一定是有问题 金融机构商用不动产 这两个要出事 对啊 所以我不希望 我们不希望 我们绝对不希望 我不希望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其实应该要看到 他们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 这种风险是绝对要注意的 因为 因为这 过去两次利率来到5%以上 都出现黑天鹅 对啊 现在短端的利率 已经到5% 长端还没有到 那如果是后 长端也到这个水位后 我觉得其实是非常 非常危险 你刚刚讲去年10月 美债直律到 10年期到4.25那边 对对对 那时候业人出来 是因为那时候 美债流动性出问题 对 因为那个时候是 日本跟英国都在 都到货嘛 到货那时候有 那个英国养老金的问题 对对对 就是全世界性穿到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那个纽约联准银行的 三个研究员 就发了一篇报告 那篇报告 那部报告就是说 美国债券流动性 出问题要非常小心 就那个后来 业人就出来讲话 那讲话之后呢 你看到股市就见低了 债券也见低了 对 那就一路涨 涨到今年 然后就出现 AI这个事情 5月开始横空出事 然后造成一波大涨 好像这好像都是剧本 对 有点剧本的感觉 所以如果这一次的 直律律再继续这样走的话 我觉得可能又要靠 夜奶来出来 拯救大家 问题是这次要怎么拯救 这次有AI了吗 AI的体材已经用掉了 那还有什么体材 BI吗 AI用完就剩BI了吗 AI体材已经被 今年已经被用干了 已经就算是用过了 用过了 对啊 不能讲用干 就是已经用过 用过的东西 就不能再来 再来 在股市再用了 对啊 所以下半年的部分 到底谁会当个主角 来带领股市去往上走 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变成 半导体的部分 你看看到细晶元在降价 对不对 产能过剩 以前过去都是说 那个产能不够啊 什么长约啊 怎么样怎么样 细晶元的部分就看很清楚 然后整个半导体 现在目前 据说成熟制程的订单 又开始在保守 什么PMIC的订单啊 驱动IC的订单啊 MCU的订单 全部都 本来有集单 现在也都没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前景还是 我觉得没有办法看那么远啊 就变成说 大家所谓的能见度 景气的问题 才是真的问题了 毕竟整个大环境 还是在紧缩 所以 有比较悲观的人认为 台北股市这一次 这样子M头下来 是不是真的就不行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 虽然从价量结构上面来看 我们还并不是真正标准的M头 所以 其实在这个位置 还是有一些反弹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 就像阮大哥说的 如果这个礼拜再不弹 月季线就已经在上面 要下完 而且 时差也已经发生了 就算真的有弹 你能够越过月季线吗 还是那边就变成 只是一个反弹的 落跑的 弹要过季线不容易 季线线很陡的在下弯 对啊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 如果说后面的发生的状况 真的是 这个M头是成型的 而且后面季线都过不去的话 那其实今年下半年 大家原本期待的 就是选拒前的行情 第四季的行情 可能都会因此 就没有这样子在出现了 那我觉得蛮多人会因此 蛮失望的 选拒行情一定要台积电带动 如果台积电法说会 第三季不行的话 怎么带动 好 非常谢谢 暑假带着猫孩 一起去度假 好 麻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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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